这里是平壤的万景台少年宫 也是朝鲜培养少年人才的摇篮 占地达三十多万平方米 自1989年开馆以来 这里就成为平壤中小学生 接受课外教育的综合基地 也是朝鲜向外宣传教育成果的示范单位 少年宫名副其实像做宫殿一样 气势宏伟 处处水晶吊灯 大理石建材 不惜工本的装潢 体现着领导人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座宫殿有两百多个小组活动室 以科技 文艺 体育等项目分类 在两代国家领袖的注视下 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 在下午三点放学后来到这里 秉持全民免费教育的理念 全部器材 服装都是由国家提供 所谓的学杂费 对学生和老师来说 都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 少年宫的演出大厅 可以容纳两千名观众 不少国家的元首访问朝鲜时 专门到这里来欣赏 朝鲜儿童的精彩演出 现在万景台少年宫的文艺表演 已经成为外国人到朝鲜旅游的重要项目 朝鲜族能歌善舞的基因 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 已经被国家有系统的发掘培养 不断赢得世界赞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尽管朝鲜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 但并没有妨碍他们借用 美国先进文明的象征 来激励下一代学习新科技 处立在少年宫大堂的航天飞机模型 外形和美国的一模一样 机尾部分瞩目地印着朝鲜国旗 在航天飞机旁边的房间 是电脑室 一群专注的中学生 正在学习编写简单的电脑程序 这些孩子的眼睛流露着他们可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这种纯粹坚毅的神情不禁让我们震撼 即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 但有谁能断言 朝鲜下一代的杰出科学家不会出现在他们当中呢 这一天所有到朝鲜参演四月之春艺术节的外国团体 都被带到平壤体育馆参加一个联欢会 这一天是四月十五号朝鲜纪念今日成诞缠的太阳节 也是朝鲜继退出六方会谈后 下令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监察员重新启动和设施的日子 朝鲜官员事前告诉我们 这是一场朝鲜人民和外国朋友的联欢会 进到场内我们才发现 朝鲜民众坐在外国人不能上去的看台上 场下只有天真烂漫的朝鲜小朋友和外国大朋友唱歌跳舞 联欢的重头戏是由外国人分成红蓝两对 玩竞技游戏在轻快活泼的细分中 火箭风波和核危机被抛开一边 大部分人都乐得自于愚人开怀一番 连续几天接待外国参演团体的朝方工作人员也难得的放松了心情 不过朝鲜的独特国情也令一些充满好奇心的外国年轻人觉得非常困惑 这位阿根廷小伙子是魔术师 兴致勃勃地来到朝鲜表演 希望能通过文化交流 对朝鲜多一点认识 但来到这里后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陪同阿根廷艺术团的朝方人员是站在中间这位平壤外国语言大学的高材生 他专攻老挝语言 英语是他的第二外语 还正在学习中文 对于客人的困扰 他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可以说是 现在我们国家是在这些危险状态 你不能知道 有些人的主要是在这地方 所以我们只能保护你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社会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社会 从外国的外国 你能有机会订阅上的电脑吗 电脑是在学习的 我们可以做它在学习的 它不是很好 因为 我们的访问结束后 朝方工作人员立刻把宋振友带到一边 详细询问采访的全部内容 并且登记他的个人资料 在太阳节这天 来到万寿台几日成同项前致敬的人潮 男女老少福老邪幼 从天亮到天黑没有听过 在同项的正前方 一个巨型的花篮显得格外尊贵 花篮的筹带上写着 现今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名字 金正日 同项前广场和台阶上的每一寸地方 被一波又一波的朝圣者 虔诚温柔地扫完一遍又一遍 无处惹尘埃 在下层台阶 一个单飞的身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一手拿着扫把 一手拿着小本子 口中还念念有词 神情严肃又专注 此情此景 向他背诵着伟大领袖的语录 不是 他在里面 个Being 前半 endangered 他的他的手里拿着 一边再去一边看 以前 말씀을 所数字 从里面讲 版面 何凝对 那我们lares 我们 常常 说 现在 统 exactamente 我的 顾议 为什么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我们在朝鲜采访的所有人一样 言必称金将军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朝鲜新一代朴实的感情 强烈的求知欲 以及规划人生的严谨态度 让我们对他多了一份亲切感 一份敬意 夕阳中的平壤令人迷醉 因为他如此整洁美丽也令人迷惑 因为我们还无法真正迈进这座城市 还不知道这些高墙厚土后面的景象 金日成金正日父子 以他们特有的治国之道 让全体朝鲜国民都以领受复阴般的感恩之心 沐浴在他们的光辉当中 岁月变迁 斗转星移 当朝鲜的新一代 傲然迈步在2009年春夏之霄的乱流中 他们的未来 朝鲜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请观赏 中国记忆 中国记忆